為了擺脫行人地獄 之前警政署拋出行人 只要距離斑馬縣邊緣一公尺 所有的駕駛都得暫停禮讓 不過這個政策卻引來眾怒 因此交通部政策大轉彎 也就是維持現況 也就是說車子跟人之間 保持三公尺 但是三公尺到底有多長 交通部說大約就是斑馬縣的 三條整木紋 車子跟人的距離 當下根本沒辦法 就很難界定 三公尺那要以經驗值 因為這個尺度很難論定 民眾的困擾不是沒有道理 像這名男子在斑馬縣上 盡情跳舞 該怎麼過就是個棘手問題 行人的權力太大 就是你變成說你開車 會很多交通問題 維持現行規定 不過罰則修訂更嚴格 開罰金額將從三千六百元 提高至六千元 另外也得強制參加 三個小時的道安講席 預計六月三十號 就會上路 法案標準已經提高 那取締標準要不要提高 也做了很多的討論 那大家認為說 如果維持現在用三公尺的方式 這是從民國九十五年 就開始實施的一個標準 也沒有很多的爭議 政策維持原狀罰金加重 希望能成功擺脫行人地獄惡民 三類新聞蔡宇智 翁家瑜台北採訪報導